香港警方大动作图及香港大学的教学办公室 没想到静在一个大木箱中 许获一具女性遗体 像是命案的凶邪 香港大学教授张其中也立刻遭到逮捕 警方已涉嫌谋杀 拘复张其中 张其中是港大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也是港大校委会委员 张其中的妻子陈桂文的遗体被发现时 只穿着内衣裤 脖子缠绕着黑色电线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警方触步怀疑张信嫌犯先是将妻子勒死 再将遗体装进行李箱 以木板风箱锁死 因此才没有传出失丑味 二十号张其中顾不移政 报案声称妻子和自己吵架后隔天 十七号离家失踪 而且还顾不移政 发信给宿舍住户 要大家不要担心 但当警员问两名子女 有没有看到爸妈吵架时 两名孩子都说没有 让警方起了疑心 寻见调查监视器 发现妻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宿舍 反而看到张其中 曾利用一个拖车运出大木箱 让案情调查方向出现大逆转 至二十八号傍晚 警员突击搜查 闲份位于港大的办公室 发现一个以玻璃胶 及螺丝密封的木箱 打开木箱后 发现一个行李箱 内藏一具 颈部缠有电线的女性尸体 张其中的子女表示 父母平常关系正常 张其中的好友更透露 张贤为人正直 难以自信 会痛下毒手 这些教授不但杀人 还尝试研究室 十二天震惊 港大失身 赶紧学员扣令 总不到